感谢天父 哈雷路亚 我现在所讲的是关于处理罪 刚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留意到 有人碰撞旁边的人 旁边的人就不开心 就附上 就是有一些顶撞啊 这个面貌啊 表情啊 说的话啊 都不好啊 都要流泪了 这个就是允许罪的意念 在里面停留 很多时候 这个事情是不是容易发生啊 我问你 很容易发生 通常人是怎样做呢 顺着情欲撒种 我不开心 我就发露是不是 我就在碰撞你 我要报复 我要做一些事情 你做了 你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这个就是人的罪心情 这个 情欲 在我们的里面 如果我们生存情欲的话 你整个生命就破坏了 告诉你 如果我 随意允许我里面犯罪 允许我里面有露气 我看到 有些安排不好 如果我来到这里 这个安排不好 我就发露 你们啊 不听话 你们做得不好啊 孩子就玩啊 如果我这样的话 有什么后果呢 你们就说 夜幕式你自己 也不能控制你的露气 就会破坏我的事奉 是不是 所以我刻意地处理 首先我里面 整天都平安喜乐 刚才我告诉你什么 第一个教导 讨 神的喜悦是 不难的 然后 我尽尽全正从 神是否 会怎么样啊 就 蒙福了 如果我不尽全 我犯罪 我生的情欲 啥种 就怎么样啊 就有 破坏性了 是不是 所以我里面 已经有这个 信念 我相信 神的话语 甚至情欲 啥种的 必从情欲 受败坏 当然你们是 信主不久 不久 所以你 还不成熟 有些时候 你的情欲 你的路气发动 还没有留意到 我问你一下 有没有情况 老徐告诉你 什么 你在里面 就不开心了 是不是 允许 情欲 在里面 啥种啊 是不是啊 你就允许 自己在里面 这样 所以我们 需要明白 罪的破坏性 要怎样处理 这个 就是我今天晚上 所讲到的 我们需要明白 这个罪的破坏性 我用一些例子 其他例子 你看到这个人 他的衣服肮脏 他的样貌不好 他说话很粗鲁 你的里面 就不开心了 不喜欢这个人 见到这个人 不喜欢了 他说话都顶撞人 这个是不是罪啊 是罪 是什么罪了 是轻看人 是不是 批判人 这是定人的罪 这个人不好 我就不喜欢他 里面有没有啊 有不容易 有这个情况啊 不用看这个 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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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的手 我告诉你两样事情 一方面是 你留意 我的言语的表达 另外 你留意我的 留意我的表情 留意我的 我讲话的时候的 表情 力量 将来你如果有机会 服侍神 你也可以这样自由 轻松 有力量 声音 你留意我的声音 都是有力量 也有游和的 不是每一句 都是促辱的 有表情 好像我弹琴也是这样 有感情的 唱歌也是这样 生命的 这是有感情的 说话也是这样 你的生命就提升了 但如果我允许这种负面想法 这个人啊 已经教导 还是不听话 老是不改变 帮助他也是白费的 如果我心里有这种想法 我就破坏神在我生命的计划 你明白吗 你想不想被神使用 想 很多人很想 但来到罪的时候 不开心就 不开心就发露了 这样的话 他的生命就不能提升 所以很重要 我们了解 罪的影响 例如 你的父母对你不好 你就不想看着他 你像 你就里面发露 你的表情都不好 有没有这个情况啊 这个情况就是 里面的露气 就很强烈了 是不是 或者是 有些时候是这样的 看到这个美貌的女子 很喜欢 允许自己去想啊 思想啊 有仪念啊 这些都是罪 在里面 很多人就允许这个 罪在里面 允许罪的话 我告诉你 有些基督徒信了耶稣 很久还是允许罪的 我告诉你 我以前没有更新的时候 也允许一些负面想法 在我里面 对有些人 有些负面的想法 不喜欢他们 抗拒他们 这个是 我允许罪在我里面 后来我经历圣灵充满 我就了解到 我允许罪在我里面 我就破坏我的生命 我可以被神大大的充满 我要 发挥这个生命 生命极度的提升 我想整个生命的提升 所以我就刻意地处理 当我发觉里面 有不好的意念 我马上处理 这个就是秘诀 刚才 你们站在那里 碰撞的时候 会不会里面 我现在有发露了 我是不是要马上处理 你会不会 在里面有提醒的声音 有没有啊 会不会 你想发露的时候 有没有声音提醒你 你现在犯罪了 不要犯罪 有没有这个提醒的声音 有没有啊 你在以前犯罪 有没有经历过 有的请你举手 你犯罪的时候 你觉得有声音提醒你的 请你举手 这个就代表 圣灵在里面 其他是不是 你犯罪 骂人啊 吵架啊 都不觉得有问题呢 多少人有 里面有不舒服的 请你举手 所有觉得 你犯罪的时候 真的里面有种声音 有种意念 很不舒服的 请你举手 这个就是 圣灵的声音 你有圣灵的声音 如果你抗拒 圣灵的声音 你就是对神说 不要对我说话 嗯 我不喜欢你 神能够祝福你吗 不能够 所以我们留意到 这个声音 马上回应 我告诉你 我很留意 我里面的声音的 我留意 里面有没有罪的声音 也有没有声音 吩咐我做什么 我都会做的 有什么可以做的 如果有人对我不好 我们的关系不好 神提醒我去道歉 与他和好 我都会马上去处理的 我不会说 不能不能道歉 我不会这样的 因为我要进入神 最高的计划 你想不想啊 你是不是真心想啊 你真心想的话 你就用时间 投入的祷告 我告诉你 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特别的时间 有没有留意到 在祷告的时候的 经历是比较平时 你自己祷告 强烈很多 有没有这个感受啊 有的请你举手 你发觉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力量是更平时的不同的 你的经历也更平时不同的 请你举手 因为这是圣灵同在 按手的时候 圣灵的同在很强烈 你就要珍惜 撒末尔对扫罗说 你去到这群先居中间 你要趁时而坐 因为神与你同在 在这个情况 神与你同在 现在 当我讲到的时候 神也与你同在 神也对你说话的 你有没有留意里面 有声音提醒你 你需要留意自己有什么罪 需要怎样处理 处理的话 你的生命就会提升 但如果你说 我就是随意的做人 我就是有人碰撞我 我就不开心的话 你的以后就会被罪控制了 好了 我们这个经文我们看过 但希望我们都放在记忆里 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教育的更加厉害 怎样厉害啊 魔鬼会偷窃杀害 毁坏你整个生命 你语言的关系会越来越不好 我告诉你 有很多人 我认识有些基督徒 他们容易吵架 容易发怒 他们没有真正的朋友 有些基督徒长大 没有朋友的 他们有什么困难 没有一个朋友可以 倾诉 没有一个朋友会帮助他 因为他都是没有爱心 这样的话 他的语言的关系就被破坏 破坏的时候 有些时候也是这样的 父母儿女 互相有问题 父母发怒 儿女发怒 也破坏这个生命 你的家庭关系就破坏了 神也不喜悦你的生命 你整个生命就一步一步破坏 我告诉你 我认识这基督徒是怎么样 有些基督徒没有好朋友 做工常常要被人吃掉 没有稳定的工作 不能侍奉神 容易发怒 容易说不好的话 容易得罪人 所以没有人信任他们 我认识一些基督徒 他一生人都是这样 他整个生命 每一个部分都被破坏 我告诉你在神学院的时候 我的老师告诉我 有些学生从神学院毕业 从神学院毕业 他们做了牧师 但他们被罪控制 然后他们喝酒 喝酒之后怎么样了 他们醉酒 他的家人 与他的关系就有问题了 他发怒 教友又发现他有问题 后来就家庭有问题 教会就不要他做牧师了 后来他离开 找不到工作 后来做了什么人呢 无价可贵的人 以前神学院读书 毕业 做牧师 后来成为 无价可贵的 这是他们的生命破坏 其实你会发觉 有些基督徒 甚至有些侍奉的人 他们的生命都有破碎 你有没有认识这些人呢 这些破碎 是不是都是由于他们发怒 骂人 说话没有智慧 做很多愚蠢的地方 说不好的话 是不是都是这些原因呢 这些都是罪 或者是烦恼 不开心 里面整天 想着不好的东西 刚才我说什么 细想神的恩典和人的恩典 另外 不好的东西不要去细想 处理了就放手 但有些人是整天不开心 你看他做着的笑 不开心 魔鬼就偷窃他的平安喜乐 是不是很可怜呢 整个生命就被魔鬼偷窃 杀害毁坏 你要不要这样发生啊 但有些时候你说 是他献错 他献错 他献错 他说错话 他对我不好 我就发怒 我问你这个问题 他错 先错 是不是他的罪 是 他错了 然后你发怒 是不是你的罪啊 是的 他先犯罪 但你后来又犯罪 你就将他的罪放在自己身上 你也会有破坏 所以很多人相信这个谎言 他发怒 我就要发怒 我就要骂他 事情不顺利 我就要发怒 有什么困难 我就会 就会不开心 就会烦恼 这是很多相信的谎言 但我是这样相信的 人不好是他的问题 我要祝福他 我要鼓励他 我要接受他 我要修补这个关系 事情困难 不要紧 必有解决的方法 我就会找解决的方法 我永远不会 用负面的方法 负面的心态 对付困难的 这个姐妹 上真跟我一起服事的 你有没有见过我 很烦恼的带领聚会啊 没有 我天天都是这样平安喜乐的 我就是选择垃圾不要 我去每一天都是这样的 我没有一天 如果我的太太来的时候 你就问我的太太 叶牧师有没有需要 很烦恼的 哎呀 我发怒的 他会告诉你 他不会见到我有一天 去这个状态 为什么呢 我就马上处理 我马上清理里面的垃圾 我就是这样保守我的生命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医生的果效 去重新发出 你整个生命 就是从你内心 有没有处理好你的罪 你的烦恼 你的负面想法 你的不好的意念 你怎样处理 你的生命就会变为怎么样 重要吗 重要吗 非常重要 哈雷路亚 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不会有一个经文 每个经文都讲的 这个我们 歌里头前书三章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啊 岂不至于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若有人委坏神的殿 神必要委坏那人 因为神的殿是圣的 这殿就是你们 这里说我们是什么 神的殿 如果有人委坏神的殿 神会怎么样啊 毁坏那人 因为我们是神的殿 神的殿是怎么样的 最后一行 是圣的 所以任何人破坏我们 他们比我们更惨 有些人是说 他骂我 所以我发怒 其实骂你的人 比你更差 因为他去委坏神的殿 我们是非常宝贵的 你是神的殿 我是神的殿 我是圣灵 居住的地方 圣灵 同在的地方 所以我们是非常的宝贵 如果我们允许 我们里面的最影响 我们 我们就失去这个荣光 我们可以有这个神的荣光 我就曾经告诉你 有一个外国人见到我就说 神的荣光在我身上 我感谢神 荣耀归于主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好 是神的美好 神改变我 然后我身负神 我处理生命 神的荣光就停留在我身上 神的同家也停留在我身上 所以我希望你明白 我们是非常宝贵 有人 伪坏我们 伤害我们 他们是伪坏神的殿 神必要伪坏那人 所以他比我惨 所以我要祝福他 我不要被他影响 好不好啊 他骂我是他的问题 他骂我 我就问他 为什么你不开心啊 很多人不会这样的 你骂我 我就骂你 刚才碰撞 你碰撞我 我碰撞你 这个是不是用 圣灵的回应 是最心情的回应 我们就求神 帮助我们知道 这些垃圾 就破坏我们的生命 就没有荣耀了 所以有人伤害我们 不要紧 这是他的问题 我不要被他影响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赋也必 不饶恕你的过犯 不饶恕你的过犯 后果是怎么样啊 去地狱的 不饶恕 有人碰撞你 你不饶恕 不停地憎恨 不停地憎恨 这个憎恨 可以破坏我们的 与神的关系的 然后魔鬼来偷窃 杀害毁坏 毁坏什么呢 我们 但耶稣来 是叫我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偷了什么一起读啊 魔鬼偷了很多人的 平安 喜乐 信心 力量 智慧 机缘 健康 胜誉 人的幸运 人际关系 幸福家庭 智慧 神的计划 赏赐 永生 魔鬼很想 偷窒你所有的东西 平安喜乐 第一样失去 是平安喜乐 刚才我见到 这两个孩子 就不开心了 有些怒气了 也失去信心 觉得神啊 不爱我们 不祝福我们 也没有力量了 没有信心 觉得自己没有用了 然后 没有聚会 法律的人说话 有没有聚会啊 没有聚会 法律的人说的话 都是愚蠢的 然后资源 神供应我们的需要 如果你的情绪不好 你的工作也不好 就失去你的资源了 你的钱财了 你需要的东西了 健康 不开心的 你发觉他们生命 没有健康 面貌 不 都看到好像 好像很 固干 你看到他们 没有健康 没有力量 圣域 就是人都不信任他了 觉得他是没有用的人 我是很看重这个圣域的 所以我来到你们中间 或者去任何地方 在我们的教会 跟我的太太相处 跟任何人相处 我都保持我的言语行为 都是荣耀神的 不会给魔鬼留地步 我认识四个牧师 犯了奸淫 两个月到坐牢 他们都失去他们的失封 非常的可惜 非常的可惜 这个是真的会破坏 神就 魔鬼就破坏 然后人的信任 人就不信任了 人之关系 幸福的家庭 有机会 现在你们有机会学习 这个是机会 你们有机会知道 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 你就可以很开心 你知道可以经历圣灵 你就可以有能力 祝福人 这个是机会 我有机会祝福你 也是我感谢神的 我感谢神有机会祝福你 所以我觉得 我祝福你 我也自己蒙福 这个是机会 我要保持这个机会 我不要破坏这个机会 如果我在这里发露 就可以破坏这个机会的 我不要 不要破坏 但有些人是 十一的发露 我有一次坐火车 排队 时间过了 火车没有到 有一个男人 可能五十岁的 他从后面走过来 入气填松的 然后他就 踢这个门 踢了这个门 这个是玻璃门 玻璃门就碎了 然后他爬过去 走下去 然后过了两分钟 有人就抓他上来了 抓他上来就 我不知道后果是怎么样 他要赔钱 他不能坐这个火车 更严重 但这个男人 就好像一个小孩子 不没有机会 处理他的怒气 你有没有见过 这样的人 年纪很大 但就好像一个小孩子 发露不能控制 这个是 是不是很可惜啊 那我问你 你发露的时候 能不能够处理啊 还是 现在我不要 跟任何人说话 我希望你不是这样 能够处理 有的机会 祝福人 神的计划 神的计划 你听神的话 就经过神的计划 但这个计划 不会永远回来的 你犯罪 修神赦免 神会再给你机会 但你重复的犯罪 重复的犯罪 这个机会 未必会回来 例如你们在这里学习 如果你听神的话 你的生命就提升了 有机会 为神做事情 你听神的话 又提升了 但如果你一次一次的破坏 你的学习不好 你试风不好 你就破坏所有这些机会 会不会啊 会不会破坏机会啊 会的 你有没有看到有些同学 他们读书都读得不好 常常玩手机 跟家人吵架 整个生命都不好 没有人喜欢他们 有没有见过这些孩子啊 他们的后果是怎么样啊 他们有没有好机会啊 没有 都失去了 所以魔鬼就偷弃你的计划 神给你的计划赏赐 最严重是没有永生 这个非常的 非常的可怜 这句话我希望你们放在记忆里 一起读啊 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 凡向弟兄动路的难免受审判 凡骂弟兄是拉家的 难免受公会的审断 凡骂弟兄是魔力的 难免地狱的火 这你说什么呢 动路的要受审判 骂弟兄是拉家 这个是藐视的称呼 这是你骂这个人 你这没有用啊 难免公会的审断 然后骂弟兄是蠢财的 魔力是蠢财 难免地狱的火 所以永远不要说人 你是蠢财 因为你可以进入地狱了 你需要悔改 如果你犯了这个罪 你就属神赦免你 祝福你 这个是后果了 人没有尊重神必有破坏性 那一集读啊 顺着情欲撒种 必从情欲受败坏 犯罪 遭遇得更加厉害 给魔鬼留地步 魔鬼偷窃杀害毁坏 不藏在耶稣里 在外面枯干 任在火里 人非有幸 不能得神的喜悦 不冷不热 主想要从口中吐出去 不饶恕人 天父也不饶恕 完全埋藏恩赐 在黑暗里爱哭切齿 完全不祝福主的弟兄 尽入荣行 所以犯罪必有破坏性 我们就说 神帮助我 保守我 保守我 不要再罪 再罪中 魔鬼的破坏性 破坏什么呢 一集读啊 与神关系 自己 然后魔鬼会做什么 然后与人关系 然后侍奉 他会做什么呢 与神关系 一集读啊 疏远神 失去神的祝福 自己会怎么样 失去平安力量 生命逐步的破坏 魔鬼会做什么 给魔鬼留地步 他会偷窃 最严重是会附体 邪灵充满 然后与人关系怎么样啊 破坏人之关系 世奉会怎么样啊 破坏世奉 这个就是 一步一步 你的生命可以给魔鬼破坏 偷窃杀害 毁坏 完全的破坏 然后这个经文 我们需要明白 一起读啊 罗马书14章23节 凡不出于性的都是罪 没有信心都是罪 什么是没有信心的烦恼 很困难啊 很麻烦啊 这样的话 你是没有信心 没有相信神帮助你 这个是烦恼是罪 忧虑 为明天忧虑 担心 怨恨 人不好啊 这个是没有信心 低沉 有些人是常常都不开心的 这些因为都不是不信靠神 所以呢 都是罪 我们要明白 我们的罪心情 很容易走出来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失透了 大卫是不是很爱神的人啊 但也会犯奸淫杀人 这是因为罪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有这个罪心情 很可怕的 这个罪心情 随时会出现的 当大卫在圣经记载 看到这个女人 她就有这个淫恋 允许这个淫恋控制她 她就犯了奸淫 然后她想了 怎么办呢 这个女人已经怀孕了 她就杀了这个丈夫 这个是允许罪一步一步的破坏 因为人的里面 我们每个都有诡诈的一方面的 但我们了解到诡诈的一方面 有些罪的意念 马上就处理了 有仪念 看见妇女 就动仪念了 这是已经与她犯见淫了 在里面 看着妇女 就去想着妇女 神就不喜悦 神也不会祝福你的 这句话 讲到这个大卫犯了罪了 然后就犯了奸淫 要杀她的老公 然后这里说 也后来怎么样啊 神不喜悦 神很不喜悦 所以我们犯罪 神非常的不喜悦 祂就很 就会有怒气 要惩罚这个人 所以大会 医生人都很多的惩罚 好了 怎样处理呢 我感谢神 神给我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 我简单告诉你 有罪的意念 马上处理 就是这么简单 不要这个罪的意念 发出来 这是这么简单 好了 我们一起读 第一 当留意有罪的意念 第二 深信罪必有破坏性 第三 圣经吩咐我怎样做 四 祷告求神赦免和加力 第五 选择顺从神 而容属神的观念取代 这个就是得胜五部曲 神给我的 这个得胜五部曲 这里没有写出来 这个就是 留意到 留意有罪的意念 留意 我不开心了 我发露了 深信必有破坏性 如果犯罪就破坏性 第三 圣经吩咐我做什么呢 怎样尊从神 姚书员 祝福员 然后我怎样从圣经有力量呢 第四 祷告求神赦免 求神给力量 然后选择悔改 选择离开这个罪 憎恨罪 憎恨罪很重要 我曾经形容神看到最终怎么样 你有没有去过一些乡村的洗手间 非常肮脏的 有没有去过啊 有 你喜欢在哪里住吗 住在里面好不好啊 半喜欢 不喜欢啊 一半喜欢 一半不喜欢 一半喜欢啊 他们那边吃的都是 你觉得那些人会喜欢吗 不会的 他们不会喜欢的 有没有这里 有没有一个人喜欢的 你住在哪里好不好啊 给你一张 长 长 是不是 床 床 在那里睡觉好不好 你晚上在那里睡觉 你能够睡觉吗 好的 那我告诉你 神看到你的罪 就是好像你进入这个肮脏的厕所 很臭很臭 神看到人的罪 就是很不喜欢 当你知道 神很不喜欢 当你看着女性 就去想 去有淫念 有怒气 有憎恨 有低沉 神就不喜欢 所以我们就选择处理 这个就是神给我的方法 现在我 举一些例子啊 如果有人做不好的东西 我的第一个反应 还是不喜欢的 我里面不喜欢 但我就说 我不喜欢 就破坏我的生命 我要处理这个怒气 我不要发怒 我要平稳安静 我就会怎样做呢 留意 我留意 我有怒气 第一 第二 我知道有破坏性 第三 圣经说什么 人的路纪 不能成就 神的义 然后第四 祷告 求神给我力量 然后第五 我选择 去处理了 他有问题 我不需要发怒 他有问题 是他的问题啊 我要 用柔和的方法 与他沟通 你怎么样啊 你为什么不开心啊 我们可以怎样处理啊 怎样可以解决问题啊 用平稳安静的方法 如果他还是发怒 我就说好了 你安静一下 这些我们才沟通了 但我不要发怒 因为是他的问题 他不愿意谈话 我就说好了好了 这些才谈了 这个就是平稳安静的处理 有些时候我遇到困难 里面会着急 但我说越着急 越做不到好 我曾经有些时候 很多要预备的课程啊 写的讲道很多 就有些叫急 但神就提醒我了 越叫急越做得不好 不好 所以我就说 我只能够做好一个讲道 然后写另外一个 再写另外一个 不能同时处理所有的 所以我就说 平稳安静 做好一个 另外做一个 这个方法 我就有力量 有平安的 不被影响 有些时候 有些人令我不开心 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 我的里面就有些烦恼 我就说 我已经尽力做 我所要做的 所求于管家的 需要他有忠心 哥林德前书 四章二节 其管家是要他有忠心 我已经忠心了 我不需要介意他不接受 他不接受是他的问题 但我会继续帮助他 但我不需要被他影响 这个就是我的里面 有什么罪的意念 马上处理 另外 如果见到有很性感的女性 我马上就说 不要看 不要想 转过头 感谢神 哈利路亚 就走过去了 不放在心上 但有些人 很美貌的女性 就看多一眼 就被吸引了 但我说这个 就会给魔鬼留地步 魔鬼就很开心 他就偷窃 杀害 毁坏 我就马上处理 这个马上处理 是秘诀 这个得胜五部曲 有简单的 得胜三部曲 留意 祷告 选择 因为我知道有破坏性 圣经说什么 我知道了 所以我只是留意 祷告 选择 准备发路 选择不发路 很低沉 我选择 属上神的恩典 就有平安喜乐 我是在这个状态生活的 我是留意到 任何罪马上处理 你能够明白这一点吗 当有人碰撞你的手 你马上说 不要紧 不要放在心上 他继续碰撞你 怎么样 你就是放在手 拦阻他碰撞你 就可以了 是不是 不是要发路 不是要吵架 是不是 是不是很简单 他碰撞你 你就放你的手 在他的箭头 拦阻他碰撞你 就解决了 是不是 是不是很简单 或者是你张开一点 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 实际上处理罪 我现在问你问你 你能够应用出来吗 你现在有没有罪 需要处理 你现在里面有没有苦恼 有没有担心忧虑 不开心埋怨 露气 有没有这些意念 你有的话 可能你说我的问题太大了 用一个例子 你的儿子 你的家人不好 你的朋友不好 他不好 是不是你需要继续烦恼 他不好 他不好 我就很有担心 有中担 他不敢 我就永远担心 你越担心 越不能够改变他 是不是 所以首先 在神里面有平稳安静 必定从神得利 所以我是整天都 赞美主 享受神 就有力量 然后我就有力量 去帮助人 也是用油和谦卑的方法 如果你的儿女 或者是作为人不好 你就去引导他 你是宝贵的 你是重要的 神要祝福你的 告诉他 他做什么好事 你就说你做得很好 你继续进步了 你可以做得更好的 就马上欣赏他 这个就是进步了 用油和的方法改变人 有一次有个母亲说 请你帮助我的儿子 我说好啊 我就下去 我就从我住的地方去 然后我才知道 他没有叫他的孩子 他等我来了 他才打电话给他的儿子 然后他就说 牧序要见你 其实不是我要见他 是他的母亲想我见他 他说牧序想叫你快下来 他没有问过他的儿子 但我听到这个 里面 他的儿子说什么 我不知道 但他的母亲说 牧序来你还不来 你会怎么样啊 为什么会这样 怎么样 然后挂断电话了 孩子不愿意来 我就问这个妈妈 你觉得刚才你这样说话 你的儿子会有什么感觉 他想一想就说 可能他会不开心 我说 你的不开心就影响他 就不能帮助他了 越烦恼 越有路气 就越不能帮助人 你的朋友 有不好的 有问题 你越发怒 他就越不会改变 但你越荣和谦卑 你就越能够改变他 你就马上处理 你明白这一点吗 马上在里面处理 你现在可不可以在神面前 求神赦免你 悔改 然后说神啊 我有这个罪的意念 还是在我心中 每一天影响我 我的烦恼 我的中担 我的不开心 还在影响我 请你帮助我活在神的平安里面 有神的平安 就有力量去处理 好了 你们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我首先 首先我会 上站 首先我用事故帮助你们 你们就是坐在你的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 我带领你们去思想 这些问题 首先在神面前 在神面前有平安 哈利路亚 我的心平稳安静 在神里面 所有问题神都会解决 我的心平稳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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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断过来的孩子 在他无际的外中 我的心平稳安静 你现在求神给你平稳安静 就说没有问题 所有的罪 神都能够帮助我 所有问题神都能够帮助我 我的心平稳安静 我的心平稳安静 让耶稳安静 让耶稳的平稳安静 主耶稣释放我的重当 主耶稣释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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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上告输我 让神的平稳安静帮助我们 在神面前平稳安静 现在在神面前不要睡觉 你闭上眼睛但不要将头放在桌子上 闭上眼睛 你就想一想你的生命里面 有什么烦恼 这些烦恼怎样影响你 每一天都没有喜乐 这些烦恼 这些怒气 这些里面的不好的意念 有没有影响你 你就问自己 是不是 这些问题必定要存在 我必定要发露了 是不是要递沉了 是不是可以放下这些重担 你就现在 想着耶稣在旁边 对你说 我要帮助你 我帮助你在这个困难 能够有力量 神未必马上将这个困难拿走 但神会给你力量 你就对神说 神啊 我知道你会帮助我 你会帮我处理这个问题 我不是要烦恼 我的生命会变 变得越来越好的 越来越好的 求神给我动力 我要憎恨罪 我要憎恨地层 我要憎恨埋怨 这些罪会破坏我的生命 你现在就 对自己说 我放下这些烦恼 放下 不要紧的 耶稣会祝福我 保护我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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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释放我 你就这样 你的重大释放出来 耶稣 释放我 耶稣 拥抱我 耶稣 你指我 耶稣 我可以活得 有平安喜乐的 我可以放手的 我可以有力量的 我可以活得开心的 请你帮助我 憎恨这些罪 我们一起宣告 真的 神啊 我愿意 憎恨这些罪 神啊 我愿意 憎恨 你就说出你的罪 你的最难处理的罪 你的烦恼啊 担心啊 怒气啊 对人的抗拒啊 你自己 上宣说 奉耶稣的名 我憎恨这些罪 我愿意离开 这些罪 虽然 事情不好 虽然人对我不好 我要憎恨这个罪 我靠神 可以有力量 不将这些问题 放在心上 我不要反复 思想这些问题 我要思想 神的爱 神的恩典 给我力量 放手 给我力量 放手 神啊 我愿意 放下这些罪 放下这些怒气 放下这些低层 靠主 得胜有余 哈利路亚 现在我给你 些少时间 你向神祷告 你现在站起来 因为 我不希望你们 有些人睡着了 站起来 然后你向神说 神啊 帮助我 处理这个罪 帮助我 你的罪 无论是什么 你说神啊 帮助我 处理 这个我里面的罪 放下这个罪 哈利路亚 你说出这个罪 到底是低层啊 忧虑啊 怒气啊 被你的困难捆绑啊 你的里面 很负面啊 你就要神啊 帮助我 靠神 离开这个罪 憎恨这个罪 求神帮助我 离开这个罪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能够做到吗 是不是很难啊 我拒绝低层 不开心 是不是很难啊 靠神 我可以做的 好了 现在你们跟我一起宣告 我奉耶稣 宣告 每一样罪都有破坏性 每一样罪都有破坏性 怒气有破坏性 埋怨有破坏性 憎恨人有破坏性 烦恼有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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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择顺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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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神会保护我 相信神会保护我 祝福我 我可以开心做人 我可以开心做人 我可以对人有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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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恕人 祝福人 祝福人 我可以有平安喜乐 有力量 我可以 感谢天父 神与我同在 我有力量对付罪 靠主得胜 不要罪被控制 有罪的意念 马上处理 有怒气 马上处理 要顶撞人 马上处理 有疑念 马上处理 求神帮助我们 感谢天父 我们悔改 我们愿意改 神必定很喜悦的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声明 阿们 好了 请坐 我现在问你们 有没有人想分享 刚才 你在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罪 你决定要对付 你要说 我不要再犯这个罪 有的话 可以 可以简单地说出来 不用说 详细 这是简单地说 我要 我决定要离开 这个什么罪 这个低沉 烦恼 我憎恨某些人 我放弃我的生命 我现在 我靠主 对付 这是简单 两三句就可以了 有没有人想说的 有没有什么罪 你愿意 马上处理的 有没有觉得 太难处理的 有没有罪 是太难处理的 有没有啊 有没有想到什么 最终太难处理的 如果你要分享啊 可以马上走出来 快快的 就是跟家人之间的关系 虽然说我跟我婆婆两个都信主了 但是我婆婆就是那种比较容易质责别人的 无论你怎么做 她的心很完美 都说你做的不对 但是我预防她制造我 所以我就很少打电话回去 就是避免她更多的制造我 所以我做的不对 就是说当我在家的时候 避免不了的时候 我就听 但是不会回 但是心里有哪一种厌恶 不想听 但是我在现实生活当中 没办法 我只有硬着头皮子在那听 但是心里面还是很反感的 那你可以做什么呢 在她说不好听的话 你还是心里说 神帮助我 我有平安 我会求神给我 就会用平安的态度 言语回应 这个是得胜 她说不好的话 我们的自然反应是不开心 是不是 但是我不敢动怒 是的 不敢动怒 但我说 不断去不动怒 而是说 神啊 我不被他影响 神就喜悦了 我祝福他 神就喜悦了 我会选择用平安的态度 平安的话语 呼应他 这个不是普通人的反应 这个是神给我们能够 对不好的人说柔和的话 这个很难 但如果你有圣灵的充满 他在骂你 你就说 我做的不好的地方请你饶书 没有问题 我进来去做好了 就平安地回答他 我关心你的 不用发露的 没有问题的 都会处理的 就平安的 但是我做不到有那么好的语气 但是我 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 我不肯生气 这个是第一步 不生气 但第二步 是里面有充满的平安 就不被影响 这个 而且能够说好的话 这个是很难的 但有神的话 放下自己的罪心情就能够做到 好的 处理问题最多的就是躲避 不面对你 这个是一步 躲避是一步 但最好的方法 还是里面有神的平安 平安地处理 还是自己 就是不愿意虚心接受 所以就说不出来柔和的话 是的 心里还是反感 得胜是怎么样呢 能够说很柔和的话 你就说这样神就很喜悦我 这个是得胜 得胜不但是禁止不发露 这个是很难的 我知道 但你越平安 你每天平安 你就越有平安 有力量慢慢处理的 好的 祝福你 还有没有人想分享 或者是提问的 如果你们想提问 或者是问问题 马上出来 先出来 不要一个一个的慢慢出来 出来 然后我们就回应一下 谢谢 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现在思想压力很大 然后就是因为自己的贪心 就前年跟去年亏了很多钱 然后现在被银行追赚 所以一直放不下去 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拿掉这个压力 这个欠钱的压力 这个是很困难的 因为是实际上有一个金钱的问题 我会这样说的 就是神会首先给我们平安 我能够做的我就做 不能够做的我不能够做 不能够做的你就说 你就告诉这些人我不能做 我尽量去做 你是银行 你欠银行的债 还是欠某些人的债 银行的债 所以后果是越来越多债 是不是 好的 越来越多债 还需金钱的问题 你就说我可以赚多少钱 还多少钱 我就还多少钱 但我首先有平安 不被这个债影响 就有平安 神喜悦的时候 神可以为你开路 祝福你 这个是困难的 我也经历过经济的问题 然后我就 全新的信靠神 然后神一步一步的开路 求神为你开路 帮助你解决这个经济的问题 然后就是因为我 可能就是拜别的偶像 拜的 然后是上帝给我的惩罚 让我的儿子 不一定是惩罚 这是罪的后果 首先是处理我们里面的罪 里面的怒气 然后求神给智慧 怎样去善待他 可能有些时候会 还回他的心 这个是不容易的 但你所做的 神很喜悦 无论后果怎么样 他接不接受 这个是后果 但不要紧张 就是说你做了应该做 神就很喜悦 这个不要将他的罪 放在自己身上 我去善待他 就有机会去祝福他 关于这个玩手机 我的情况是这样 我的回应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我了解 这个对我的生命的破坏性 你就是相信 我的生命很宝贵 我的生命可以发挥 有罪的意念 马上就说 我用好的行为取代 我用诈美主 或者是 尊重神做 神要我做的 你越尊重神做 要神要你做的 你就越对自己的生命 越看得正面 你看我 我看我的生命是很正面的 我看里面的生命也是很正面的 但你看自己的生命很正面 你就说 我选择不去看 不去玩这个 每次你看 就是给魔鬼留地步 这个就是引诱 这个就是 当我们看到 有手机出现的 无论是游戏 色情 什么图画 什么影片 这些都去引诱 我们就处理 就不去看 看了 就马上散掉 有这个意念 马上处理 这个就是重点 得胜的重点 学生帮助你 就马上 重点是 我知道有破坏性 我继续这样做 我一天一天这样做 我就越来越被破坏了 所以我就选择顺服 我告诉你 我很多事情 我都愿意神放下的 因为我看中我的生命 所以我放下很多 我喜欢做的事情 我都愿意 完全地顺服神的 这个露气 几存在心里面 就好像火山 这个火山 有一天会爆发 第一 是我们从神有平安 常常有平安 另外 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都处理 人的不好 是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发露 情况的困难 我发露也不能解决 我自己也要做得不好 我发露也没有用 就是选择说 发露没有用 我就尽量 思想美好的东西 露气从来 通常是 因为我们思想 这些不好的东西太多了 这些垃圾太多了 所以被垃圾影响 我是每一天都思想好的东西的 我告诉你 我来到这里 我看到好的东西 也看到不好的东西 我看到好的 我也看到这些孩子 顶撞 他们不成熟 这个不要紧 我做好的就可以了 他们愿意学习 希望他们改变 但每个速度不同 我希望你们的速度都很好 但我不会被 比较慢的孩子影响 我就会保持这种平安 总是平安 负面的 我不能改变 我就接受 然后有平安 我就慢慢能够处理 这个有没有帮助你呢 这个处理路气 有 感谢主 求神帮助我们 里面有 极存的路气 烦恼 忧伤 都要清理 都要处理的 被人伤害也需要处理 曾经有被人骂 被人伤害 人对你做不好的事情 我们继续思想 就更大的破坏 越思想 越大的破坏 我告诉你 以前曾经有人 对我很大的伤害 但我去思想 怎样对他们 做更好的事情 对他们更大的祝福 这个是我的思想 常常都是这样 叫我们能够胜过罪 哈利路亚 好了 我今天已经晚了 我们有一个短的祷告 一起站起来 短的祷告 看看有没有感受 圣灵的同在 闭上眼睛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啊 感谢天父 你真好啊 你可以释放我们的灵 脱离所有的罪恶 所有的路气 所有的淫念 所有的瘾 玩手机的瘾 主耶稣 你能够释放我们 让我们完全的圣福 使人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圣福基督 这样现在拦住人 认识神的那些自告 这是一概冲破了 要将人的心意缓回 使他都圣福基督 帮助我们走在神的路上 我们整个生命就越来越平安 喜乐有神的祝福 我们就能够平安 开心做人 也生命能够被提升 感谢赞美天父 你真美好啊 哈哈哈哈 人的罪是他的问题 我不是要放在心上 不是要放在心上 这是他的问题 我不要将别人的罪 拉在自己身上 我放手 对这些罪放手 我就是选择祝福 选择饶恕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赐给我们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